疫苗副作用频传在北欧三国已经停止施打 反观在台湾 民众对于施打疫苗会不会先怕怕 我不太敢 不敢 我不太敢打 我不敢 我不敢打 我应该不会打 不敢做那么快速的决定 可能会观察一阵子再打吧 就真的怕死真的 会等比较稳定一点的时候再打 如果有其他可以选的话就是选其他的 怕副作用会弄到我身上 有副作用你敢打吗 我们也不敢打对吧 副作用那么多是真的会害怕 也是会担心说打一打有一些问题跑出来 它并不是很稳定 万一有出了什么事情 后果也是没有人可以承担 主要也是担心会有副作用 对 因为毕竟每个国家的可能体质不太一样吧 我觉得 现在戴口罩就可以预防 如果你真的打疫苗出现问题 反而更严重 应该还是敢吧 还是防疫比较重要 对啊就是副作用应该没有比防疫的效果还要好 这样子 应该还是会去打 是说这个副作用是会发生那个心血管风险吗 好像是说欧美人发生心血管风险的几率 会比台湾再高一些 所以其实台湾发生副作用的几率应该是比较低的 我觉得他们应该先打吧 他们打没事我们才敢打 大家一定都不敢打 因为就都怕副作用在自己身上 可是我觉得要的话还是要自己先试试看吧 不然我们民众也不太敢打 我觉得可能 政令宣导这一块可能还要再加强吧 关于施打副作用这一块 要消除大家的疑虑才可能大家会愿意 比较有意愿去施打疫苗 如果大家都不敢打的话 那应该要有一个有公信力的人出来带头打 大家应该就会比较敢出来打 他们会觉得让医护人员先打 他们可能会认为说 这是医护人员本身就应该要做的 但是我们大家都知道场面话 现在的政府 其实让老百姓比较没办法信任 因为他们都是嘴巴讲而已 自己事实上的作为并没有 他应该还是要说服民众吧 就是让民众有信心去打这个疫苗这样